也许你们之前用习惯英文的版本 你想要把它变成英文的版本 也非常简单 其实直接在那个 我的做法是这样 但是你要写一个批示 就是批示档 这个批示档就是当它执行的时候 就run这个批示档 所以你在根木屋底下 就是在那个 这个根木屋底下 你就新增一个什么呢 新增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名就是比如说叫EN 比如说就是ENG 然后批示档就点BAT BAT 这个档它就会 按右键编辑一下 那编辑的时候里面 你就给它一个批示档 就是说你执行的时候就执行这个批示档 它就是什么 Ecliberus 后面传参数而已 -N 然后就是空格-NL 然后空一格 EN 它开起来就是英文版的 就是这样的方法 要不然就是说在那个 你们的捷径里面 比如说你把它拉到捷径里面 捷径里面 不是也会执行那个 后面可以下参数 参数就是-N -NL 空一格-EN 它就会帮我们开启的时候 用那个 英文版的方式开启 这个方式我想提供给各位参考 如果你实在不习惯 用那个中文化的版本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 所以你这边直接执行的话 它是中文的 这边执行变英文 所以你可以中英文可以双切 假如说你看我直接执行这个 就是会是中文的版本 第一个 因为新的ADT的版本 其实会多很多东西出来 那些东西说真的 对有些同学真的也是困扰 对我来说也是困扰 因为我是觉得 本来我们只是教很简单的东西 变成说我要去解决 Google它多加了 塞了很多东西的问题 那个不是我们的课程主轴 所以我建议各位 你就把那个什么 把版本更换成我的啦 比较简单 除非说你已经有 很有把握的 你在在用那个版本去试试看 那相关的设定的话 各位可以到那个 环境设定里面 就是我刚有把那个 设定的画面把它截图下来 所以你们在分享区里面有个开发 回去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你就把它解压缩 然后执行的时候 你就记得就是更改这边设定 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第一个是SDK的路径 第二个是模拟器的路径 把它更改一下 大概就这样 另外有些同学反应就是说 没有办法 看到这个图档 这个其实可以放大缩小的 如果不行的话 就是你没有用什么 Google浏览器 你不要用IE浏览器 IE浏览器是 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不同国啦 所以 他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他就是不支援你 所以 你如果用Google东西 请你改用Google浏览器 没有原因 你说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怎么知道 那要问比尔盖茨吧 可能比尔盖茨现在不管事了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环境开起来之后 还有同学遇到的问题 就是 不小心把很多东西都关掉了 比如说 比如说 有些东西 啊 老师不小心关掉了 通通都关掉了 这时候怎么办呢 之前有同学就 用一个比较笨的方法 重新解出来 把这个砍掉重解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很花时间 所以建议 如果环境乱掉的话 不需要重灌 也不需要重解 就很简单 视窗里面有一个功能 按下去就好了 这个就好了 这个就好了 重摄视 所以 因为你们对Eclipse不熟悉啦 如果你不熟悉也没关系啦 你就给它重摄视景 他就恢复到原来一模一样 他问你要不要 恢复到预设值 是就好了 好 因为这个问题太多同学遇到了 好 就是说 不小心怎么样 把这个关了 你有时候不小心 叉叉 对不对 那叉叉没有关系 套件关 那就是套件关 所以你可以找 显示视图里面找到什么 套件浏览器 按下去 它又出来了 好 哪些可以自己去找 不过有时候你要光找那些太麻烦 重摄视景就好了 OK 所以 这里的话可以试试看 如果有需要把它变英文的话 记得就是打一个 dash nl 空一格 双引号 en 就是他语气 第二个是如果你的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不小心关掉这个 也不小心关掉这个 好 然后再试试看 重摄视景 就还 就还原了 画面称还给各位一下 大家好 好 好 互相 行